美国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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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来到Amy的channel 今天我要给大家做一期 非常特别的American Snack Show 我很高兴的 请来我最好的闺蜜Lily Hello,大家好,我是Lily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展示 各式各样的美国零食 是我来这边一段时间 积累下来的一些 比较奇形怪状 味道也非常奇葩的零食 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吧 这里还有一只小松鼠 想加入我们的节目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来尝第一样 你想先吃哪样 这个Heart Healthy Mix OK 这个呢 是一种 多种Nats 坚果组合成的一种 健康小包 也是非常适合这种Picnic 或者平常出去玩 带着一种零食 我们来试一下 哇,有点打不开 没有 主播遇到了困难 哦,耶 打开了 吃一个 吃一个 火烫 给你看看 给你看看 这是Brazilian nuts 巴西的那个坚果 我觉得味道还是可以的 这里面有好多种 有杏仁 有那个曼月梅干 还有南瓜籽 接下来我们来吃什么呢 这个糖 sweet tarts 特别可爱的小糖 今天吃这么多甜食 回家要workout 我想起我大学的时候 有吃这种糖的习惯 然后每次我会分给我的室友 然后就来一句 该吃药了 该吃药 超级酸 导演 这个是你带的吧 好酸啊 我这个还好 我这个超级酸 感觉我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啊上面写了 no artificial flavors 它这里面可能都是自然的味道 说没有人工加工的 这个糖应该还比较健康吧 奇奇怪怪的糖 加一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糖叫 stopper jaw breakers 我觉得这个糖的名字 就说明了它肯定特别的坚硬 如果你要咬开它 它估计要把下巴都给剖了 我们来试一试看它是不是那么厌 我们来试一试看它是不是那么厌 是这个温和一点的饼干吗 这个叫 Velvita 一种 类似于cracker的东西 这个饼干 这个饼干 也不是那么有特色啊 导演为什么要给我们吃 这个饼干我们一人吃一半喝 这个饼干 这个饼干 看起来里面有很多古物 麦子的那种样子 应该比较健康 这个比较适合当早餐吃 很健康 很多古物 而且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特别脆 然后特别甜 有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 麦片饼干的那种感觉 配上牛奶一定特别好 导演你确定不来吃一块吗 再次被 第二次被导演嫌弃 好 下面我们要来一个 狠的 popcorn 这个算是我吃过的 美国零食中 让我很颠覆我mind的一个零食 爆米花 虽然它很普通 听起来特别特别的普通 可是 当你吃了它之后 你就会觉得 好像人生都没有太大希望了 以后也不想再去电影院看电影 因为美国的爆米花是咸的 这个我好像也没有吃过 特别咸 这一款叫white cheddar 它是用黄油炸成的那个味道 然后放了很多盐进去 所以是咸的 纯咸味的爆米花 它叫white cheddar 但是没什么cheese的味道 就只是咸 你觉得还可以吗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不要多吃 里面肯定有特别多的butter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我身边这个大东西 这个东西呢 哇有一只苍蝇 有一只苍蝇 土豆马铃薯薯片 它的质地 这个我吃过 它质地比较硬 特别脆 但是我们吃这个不是单独吃哦 我们要配上这个salsa Hatsasa My favorite 我最喜欢的一种 零食用的酱 主播 能不能给力 不是 天哪不知道这个是谁领的呀 耶 要赔 恭喜 好 一股番茄加辣椒的味道 本上觉得很spicy很辣 对 本上觉得很spicy 很辣 用上我的酸奶的叉子 吃法很简单 拿一片 然后 就这样 像勺子一样 挖一小勺salsa 然后放了 放入嘴里 特别好吃 有种 辣辣的 辣的我浑身都醒了 我的闺蜜她不喜欢吃辣的 我给她一片这个吃 这个salsa 是一种专门用来吃这个零食的酱 但是 你也可以用它来做cooking的材料 就是你做一种 这边有那种墨西哥玉米饼嘛 你把这个salsa涂在那个玉米饼里面 然后放入很多其他的材料 就成了我们所说的taco 接下来我们来尝一个美国版的 我觉得有点像杂牌的零食 就里面啥都有 你知道吗 里面有Pratzo啊 有Cracker啊 有一些chips 什么都有在里面 有的时候还会有花生 那个发型师今天不给力 头发一直被分出 哇这里面看起来好多东西 这个在飞机上经常有送礼小包那种 旅行小零食 特别脆 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不知道能不能听到 特别脆 哦 这个就是Pratzo 是一种用面粉做的小零食 特别 特别 特别香脆 特别有嚼劲的一种 拿出来这个还挺好吃的 嗯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 嗯 好 下面呢我们来试一试这个 这个我还从来没有吃过 所以我今天特别兴奋 吃一试这个 这叫 lunch box kit 这款是turkey and cheese 这里面有可能有turkey 也可能有cheese 还有cracker 我可以看到 还有这种不知名的黑色的黑暗小熊 黑暗小熊料理 那它的吃法呢很简单 就是把所有东西全部包在cracker里面 然后一起吃下去 我们来拿一片cracker 拿一片这个turkey 圆圆的 好可爱啊 再拿一片cheese 这是cheese 一种cheese so manycheese in America 像我刚才吃的这种 strain cheese 这个也是一种cheese 这应该是mozarella 这个这个是什么cheese 我看上面有没有说 chatter chatter cheese 然后再夹一个黑暗小熊 然后夹在一起 我们看看味道 给你 我猜想它的味道应该是非常奇异的 是不是夹一点 OK Cheers 你能想到饼干和肉一起吃的那种感觉吗 就是又甜又咸 再加上cheese一点酸味 简直把我的味脸都要承包 哈哈哈 我觉得 在这种奇异的味道过后 竟然还有一丝香甜的味道 好神奇啊 还是把它全部吃完了 我从来没有做这个 最后一种零食 最后一种零食 这种牛肉干我们称它为 jerky jerky 本来也是美国一个牛肉干的牌子 因此所有牛肉干我能都称为 jerky 它是这种小的牛肉棒的形式 它还有牛肉条的那种宽的 我们今天来试试这个棒棒形状 我也没有吃过这个 看上去好可爱 看下有没有像那个腊肠 有没有 我为你吃你为我吃 哈哈哈哈 嗯 辣肠 对 嗯 还是挺好吃的 不过这个也有一点很咸 嗯 挺咸的 越找到烘味越咸 还有点酸味 主播终于完成了这个 吃了不知道不下10种美国零食 简直是一种天大的考验 你上所有的中午我们来 我们觉得 这个Twistler最难吃 不建议大家去买 最好吃的你觉得是哪种 嗯 我觉得这个 Dunch Kid还是比较好吃 然后我还很喜欢那个Kind 那个Bar 这个 对 对 Grain Bar 这个 对 我还蛮喜欢这个的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这个里面因为有很多种类 在飞机上无聊的时候可以吃 好了 现在呢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主播今天中午做的饭 我做了一份爱心便当 来带给我的 剧组人们 看 有饭和那个香肠 还有洋葱青椒一起炒的 要不要尝尝 这个我们还有还有新的 尝一口这个香肠 嗯 哇 给那零食好吃多了 哈哈哈 对吧 嗯 嗯 主播的手艺非常好 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呢 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写上你们的意见 还有如果你们喜欢想了解哪些特定的美食 还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可以做更详细的报道 如果你们想品尝主播做的菜呢 也可以私信我哟 好的 再见 嗯 是的 我爱你 我爱你 这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